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的地质史上非常非常有名 除了我背後看到非常非常雄伟的惡地地形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個地方其實是所謂的城域曲流 曲流其實就是河水切穿地表的時候 它產生S型的一個現象 根據它發育的地形的不同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發源自山地的古曲流 另外一種就是發源自平地的自由曲流 古曲流又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城域曲流 第二種叫折藻曲流 這兩種的不同其實就是城域曲流的兩岸 它的地形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在我背後是非常雄伟的惡地地形 但是現在在我腳下則是海洋成績 是相當的低頻 所以兩者的這個地形差很多 但是折藻曲流的話 它就是兩邊的地形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非常良好的地質包 除此之外呢大內這個地方呢 它的這個地層呢是非常複雜的 很多的地層呢都是南北縱向的 就是緊密的並排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地層的年代呢大概是 上興市到更興市這個階段 那在裡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海象生物化石 那這次呢我們除了尋找這邊的海象生物化石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觀察這邊的地質 現在就隨著我的腳步一起去看看大內的地質 OK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地表上非常非常多的沖石溝啊 而且它這個明顯是海上成績 一般來說如果你沒有經驗去挖化石的話 這種地形通常都會有 那現在就是要找哪裡有路頭就對了 喔這邊真的是風景非常好 而且我明顯感覺到空氣很好 對面的這個惡地地形山上呢 有這個非常明顯的地層 我這邊看到有那個白色的線 不知道這是什麼地層 另外一方面呢 在2D地形的這個山壁上 它其實有垮它的這個跡象 所以我想說不知道裡面是不是有化石 不過我想有化石應該是我現在所佔的這個地方 OK那我們現在來找一下吧 OK那海象地層有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有的時候呢 它在這些岩石上面它會有白白的 那這些其實是研發的結晶 預示著這邊以前是一個古代的海南 我這邊呢 除了我現在定格這個地方之外 你看這邊還有 到處都是齁 這個沖石溝的表面都是白色的這個結晶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那我們先走到河邊 看看這邊的化石可能是怎麼樣露出的 昨天其實台南有下過一場雨 所以應該是會看得到東西就是 不過這個點會比較少人知道有化石 所以可能在這個地表上看不太清楚 它有哪些東西 不過我在這邊有看到一些雨鞋的鞋印 這代表說可能有人來過了 但也沒關係喔 很快到河邊 OK 如果這邊釣魚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感覺那個化石應該是在河邊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吧 這個2D地形齁 如果大家可以現場來跟著我的腳步一起看的話 這真的很壯觀 我不知道2D地形靜看原來可以這麼的雄偉 我真的嚇很大一跳 而且它那個白色我實在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沙葉護城 還是說那個是泥岩這類的 我希望說如果在場有所知道的話 我想在下面留言吧 而且這邊水質啊各方面空氣都很好 一看就知道很適合來這邊釣魚 那我們待會往這個方向去看看這邊有沒有化石 其實啊我們到一個新的化石點的時候 其實最應該做的並不是先拿著槌子跟鑿子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到處 然後直到挖出化石為止 這樣子呢其實會對於整個地質景觀造成非常大的破壞 所以我會建議呢大家先把背包等東西放在一個定點之後呢 現在你要發掘的這個區域呢做地表調查 因為很多時候呢化石就是會藉由風化呢 而讓我們看得到嘛 如果有這樣子的化石的話就先行採集 先看看地表上呢出入哪些化石之後呢 我再往哪個地方進行發掘好了 這樣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發掘方式 OK 那各位呢剛剛順著這個層位呢繼續往上走呢 其實看得出來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遊孔蟲 預示著說這一層呢的這個生物腹肌是有一定的 我這邊發現了一個深痕化石 有深痕就表示說這個岩層呢在古代有被生物擾動 然後作為巢穴使用 那另外一方面呢在上面這邊一點呢 我發現了一個破片 這個破片應該是貝類的這個破片 所以就表示說在這一層會有生物的這個作用 那我們就可以依據這個線索呢往下發掘化石 所以呢我在這邊就先試試看這邊有沒有好了 欸 各位 真的有耶 來 各位喔你可以看到剛剛我發掘到就是地表現象之後呢 剖開岩屎就發現裡面有貝類化石 所以呢在裡面不知道有沒有海膽 我們就慢慢的看吧 A few minutes later 剛剛呢在剖塵基岩的時候呢 在沙岩裡面發現了 欸布萊恩海膽的這個碎片 那就表示說這個地方呢可能會出土大型的海膽 這邊的地層很鬆軟喔 鬆軟到用手去就是玻璃就好 裡面有大量的有孔蟲跟小椎羅 我在一堆石堆裡面呢 剛剛憑藉著對地表的判斷 我挖到了第一個化石 這個化石呢就是文革的化石 可以看到呢它的外表呢 殼體雖然已經不太存在 已經粉末化了 但是呢它的形狀保存依然是非常的不錯喔 還蠻期待接下來可能會找到什麼東西啊 OK 我們來到了新的地層喔 各位可以看到呢 哇 像一條龍一樣蔓延到那個崖壁那邊 那這個岩層呢其實因為啊 在風化的這個破片裡面 我們發現有貝殼化石 所以待會應該會往這個地方進行發掘 那來看看有什麼吧 剛剛啊在剖石頭的時候啊 就看到一顆黑黑圓圓的啊 跟周邊的貝殼完全不一樣 就一看居然是釣魚牙齒啊 喔而且這顆釣魚牙齒 比先前我在獄警發現的還要大顆 而且質地更好 那不知道接下來有沒有鯊魚牙齒啊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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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居然它那個石片掉下來就有一顆海膽 而且啊 這一顆啊 它其實是燉海膽 齁 真的是 很難得耶 因為這個海膽我 自己之前在找的時候都找不到 結果 今天無心一敲就要敲到 多年來的這個願望終於死掉 我真的太興奮了 沒有辦法用語言來形容我的興奮了 接下來繼續找繼續找 真的是太值得了 太棒了 願望成真了 時間好有夠硬 啊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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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各位 剛剛在剖那個 燉海膽的那個 同個母岩的時候啊 旁邊的岩石團跳出一個東西 就一看 哇 怎麼那麼亮 結果 不得了啊 這是一根超級完整的鯊魚牙 這根至少四公分啊 雖然說我沒有帶比例子 但是我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台灣真的有很不錯的化石保障 不是跟其他人講的一樣 就是說都沒有什麼東西 天啊 這一定要好好珍藏起來 這一刻呢也是我有史以來挖過最大的鯊魚牙 太開心 真的是 真的是 不知道待會還會不會挖到什麼 比如說鯨魚之類的 看來這邊也沒有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沒有生物活動的跡象 所以有時候找化石比較辛苦就是說 它不是每一個岩石裡面都會有東西 這其實挖不到才是最正常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集化石劑型啊 到一些新的地方拍 可是都是拍不到化石收藏 那如果平常有在挖化石的話 我想 挖化石固然挖到東西是個很不錯的目標啦 但是我更希望是大家能夠 在挖化石的這個途中呢 能夠多留意這些小細節 因為呢 這些小細節往往也說明了古環境的變動 我是希望說大家到最後可以 一起往學術的方向邁進 挖化石這個興趣很好 但是這個興趣最終 還是要回過在學術上面 大內這邊的海上地層 跟玉井的海上地層 有沒有之間有沒有不同 它不同處在哪裡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各位呢 現在在我背後的呢 這個是一個蠻特別的岩層 這個就是我剛剛發覺出 鯛魚啊 鯊魚啊 跟頓海膽的這個地層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層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貝類 就是在上面 這個貝類呢 除了扇貝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貝類 所以可以想見呢 古代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 很深知情的海 不過啊 這邊還蠻特別的是說 我在懷疑啊 是不是可能啊 這些貝類啊 生存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因為突如其來一次大海嘯 或者說海底災難呢 全部把它們活埋 活埋之後呢 就產生了這樣子的一個地層 然後也有可能是 就是後來堆積而成的 關於這一點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討論 有的時候 像我在挖化石的時候啊 就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地層裡面 除了有鯊魚啊 除了有這些生物之外 為什麼它的堆積 它是會這樣子堆積的 這是我覺得挖化石挖到最後 我想思考的問題 而且還有這個沙棒 那這沙棒到底是什麼生物的 造成的痕跡呢 這我不太清楚 不過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一起來研究 那各位呢 現在啊 在發掘這一層的時候啊 我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一層裡面 除了大量的貝殼之外呢 其實我也發現很多小軟栗石 這個就是剛剛從 化石層挖出來的一塊層基岩 那這個 跟這個 這些都是小的軟栗石 而且 在這層的含量特別的多 所以我不知道古代是不是 因為啊 海底風暴 還是 因為這個海底搬運的這個過程 反正就是 可能經過一系列激烈的實踐 然後讓這些貝殼 全部葬身於此 也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不是這樣子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討論這件事情 OK 今天啊 經過一天辛苦的發掘之後呢 總算是非常的有收穫 而且這些收穫也超乎我的預期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感動 那剛剛呢 經過了基本的鑑定之後呢 本來那個鈍海膽呢 其實應該是 體型比較巨大的丙型海膽 在發掘化石的過程中呢 我也發現這邊地層的一些不一樣 首先是說啊 這邊的地層呢 的生物像呢 其實跟玉井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這一個地方 生物的體型明顯的 會比玉井來得更大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到底呢 是不是這邊的古環境 可能有一些變遷 讓這邊的生物的體型 明顯比玉井來得更大呢 那第二點呢 就是說 我剛剛在發掘貝類地層的時候呢 其實啊 在貝類地層除了化石之外 更多的是 大大小小不同粒境的 這些軟粒石啊 那這些軟粒石呢 其實大家看起來可能沒什麼 但是 我在想說 是不是也預示了 當時這個環境的毀滅 由於呢 這些軟粒石的 就是出現的數量 非常非常的密集 我就會 我就想說 會不會這些貝類啊 集中被埋在一起 跟當時的海底風暴 是也很有關係的呢 由於啊 台南在更新市的這個時候呢 處於一直海進海退的這個狀態 所以說 很多時候 劇烈的海進海退 就會讓海底呢 就是環境產生劇烈的變化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夠在挖化石之餘呢 可以多多的觀察地層 然後呢 可以多多的去翻閱相關的書籍 我相信你會更有收穫 而且呢 可以從中思考出一些 有助於我們現在 或者說個人的一些道理 那下次呢 我們會到大內的另外一個地方 去看看那邊的化石喔 好 我是方塊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首先就是喔 在貝類的地層裡面呢 會有一些大大小小不同荔靜的這個